腿型的畫法,老師再提起一次 譬如這裡是長軸、短軸 一個長軸、一個短軸 好,來 先把短軸這線條延伸 這裡延伸 它的剪圖很簡單 其實就像這樣子 這樣子,這樣子 這裡再畫一條 大概是像這樣子 老師解釋一次 它的剪圖是長成這樣子 它是怎麼畫的 好,來 老師再講一次 短軸延伸 再來把長短軸的端點接起來 以這裡為原心 所以你看這個腹 一看就知道以這裡為原心 這個腹是以這裡為原心 所以以這裡為原心 這裡為半徑、畫虎、畫過來 這裡就會一個焦點 再以這裡為原心 這裡為半徑、畫虎、畫過來 現在就是要求這一段 的中垂線 的中垂線 好,求出來之後 好,記住我們這個都叫四心法 有四顆原心 就是這裡 這裡會一顆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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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這兩顆原心之後 它是對稱的嘛 你就用原規把它量過來 就會找到另外一顆原心 原規找過來 就會找到另外一顆原心 有了這四顆原心 老師習慣把這個線接起來 接起來就是 因為我們才知道 因為我們都是要畫派形嘛 半徑就在這裡嘛 因為它一定要接在短軸上面嘛 所以以這裡為原心 這裡為半徑、畫虎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知道 我現在要畫到這裡來 所以一樣相反的 以這裡為原心 記住啊 原心在這裡 這裡為半徑 因為是對稱的 把它畫過來 再以這裡為原心 這三段會一樣長 因為我現在是徒手 再以這裡為原心 這裡為半徑、畫虎 就結起來 知道嗎 知道嗎 可以嗎 來 是